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Fayim 那因為呢 就真的病了所以 就會細聲一點 來到終於經過十句之後 其實中間都有病過的 但是呢我自己 就沒試過病到發燒的 這次真的病到發燒 都有些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個經驗的 我相信很多人來過英國都病過 有不同的途徑看不同的醫生 不同的藥給你醫 那其實呢我自己 本身通常在香港的時候 都可能有時候 吃一些農本芳 或者是 吃一些其他自然療法 那些就算的 通常都沒有特別去處理 來到之後呢 通常呢 都是飛入小禮 又不知怎麽 突然就有兩聲咳回到來 他又用了他醉住的方法 就是傳染了給別人之後呢 自己就康復了 那現在呢 其實情況是呢 他咳了兩聲回到來 就有點病 然後我就跟他 就是經常都保持緊密的接觸 因為他經常都顛著我 所以呢 就傳染了給我 那其實呢 第一日呢 都沒什麽事了 可能有些咳 有些不舒服 但呢 吃完中藥之後呢 發覺呢 就反而不妥了 反而第二日呢 就真的去到 即發燒 那反而發燒 那我反而想說的是什麽呢 就是呢 如果香港用開的中藥呢 來到的時候呢 是真的會不成功的 那我自己覺得 最大的原因呢 可能是水肚真的不同了 那我自己的身體體質呢 真的有少許變化了 因為可能他的水啦 因為我現在用軟硬水啦 那我現在用軟水啦 那我現在用軟水啦 假設你香港的水呢 其實都不是說很軟的 都是有點硬的 那現在可能你 即是用軟水 或者吃東西的方面 各方面 對體質的影響不同了呢 其實我發覺呢 其實對上一次吃龍本芳 已經不成功了 那這次呢 那這次好像伏了 那所以呢 就會發現呢 其實有些中藥 可能你帶過來 但你真的要試了 之後是否成功的 但好像我一般的情況 那些中藥就發覺不成功了 在人作外 我最害怕呢 其實真的太病了 跟看醫生的 真心說 我自己都覺得是 因為 其實你不知道有什麼 途徑可以醫的 而他們醫傷風感冒的方法 就是 吃他們的Panador 各方面的成藥 那其實我自己 就不是很想的 因為 吃Panador 成藥 通常我最後 可能副作用更大 因為 其實我整家的體確 相對 都算OK的原因 就是因為 就是吃得少 那類型的藥 反而呢 因為中藥一不成功 真的太狡猾 頭都痕了 其實到最後 38度 白了半天 那樣 就吃了一些 叫做順勢療快 就是HOMOMOPHY 我忘記是否這樣讀 那就是順勢療快的方式 突然間看病徵 通常都很難的 很難選的 大家去選一隻 突然一聲 一兩個小時後 就叫做退燒 由38度8 到37度12 已經瞬間退燒 那其實 整個病徵 也都叫做 大部分消退 就是鼻水少很多 即是咳瘦少很多 已經叫做整體 叫做好到八成 那一天由發燒 到咳瘦 到第二天 就好像現在我和你 都在說話 最多是有點不清楚 那這個情況 都叫做進步了幾多 那其實 這個 就是順勢療法 我相信 大家可能聽過 英國的皇室 都是用這個順勢療法去醫治的 那有些人覺得 好像是毛術 有些人可能覺得 是有效的 各方面的東西都有 那我自己的經驗 告訴我 試過 其實呢 就有些work 有些不work的 又不是說每樣都work的 所以呢 這個療法 你是需要用經驗去累積出來 哪些東西 是對某些情況 真的work的 試出來的 就不是說 他幫你試了 是你要經驗去累積去試很多 試完很久之後呢 才發現有些什麼work的 那 今次叫做 試完都work了 中間也都吃了很多 叫做維他命C 像是Ninkalase 牛肢油 各方面 配合一些 叫做寶健的產品 就是寶健的 即增強低力的產品 加上這個順勢療法 即是救回一半條命 但是 其實大家來到的時候 真的可能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真是很多時候 現在來到這裏 吃完最不好的地方是很頭痛的 因為我上次有一次吃過一包之後就不敢再吃了 因為真的頭痛到飽吃完 雖然病徵馬上換磨了 但是就很頭痛的 吃這東西就不會覺得突然病多了很多 但吃那隻就覺得好暈天旋地轉 但我用這個方法就叫做勉強救回 但實在太多變數太難去掌握了 所以我都不會推介這些順勢療法給大家 因為我老婆已經玩了十年八年 十幾年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做開白老鼠試 試了這麼多年 就叫做試出未來 試到適用 但是一般人來說一來對病徵很難掌握 二來就很難試 這麼多款的東西在不同的狀態下就試到 因為蚊叮蟲咬我們試過用 然後咳又試過用 可能胃痛又試過用 很多不同的東西都試過用 試出了有些情況有些東西是用得到的 這樣才OK 但我其實想提醒大家的就是 就是你記得有些不同的方法 真的要記住 因為可能你去NHS 去急症室 各方面的東西 就是很多時候你因為你溝通上 都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很多朋友 可能有不同的情況 去醫院其實 其實在講你的症狀 其實你的英文水平要去到幾好才講的症狀 就是你問我都沒有 去醫院就講到我的症狀 正確是怎樣描述症狀 就是那類型的英語 不是那麼日常講得到 就是當然你說去咳啊 流鼻水啊那些 那我就會吃啦 但是不是只說咳流鼻水 那麼簡單的 可能你弄傷哪裏 怎樣弄傷 還有當然肌肉啊 骨頭啊 這些就很複雜的了 就真的當然都是有少少認識就好一點的 不過桌子就是有些法寶在那頂著 現在就叫做都大致上安然無的 這樣又一一日就好回來 就是都是那句啦 大家如果大來的時候 等下大一些中日來的時候 如果有一兩次病發 吃完不好是很正常的 可能你有需要去找中醫 都是有中醫的 不過這裡的中醫通常都是針對痛症多的 就不是針對這些傷風感冒咳多的 你要留意他們那些中醫本身做的事情 一來就是你很難找到中醫看 那中醫現在有老婆看的那個 都很爆的 就是預約好爆的 二來呢 就是他開藥要等兩天的 那你想一下我現在 一天發燒一天第二天都退燒 等等我都一定是病到死了 太過軟水不能夠緊火 就是大家可以問一下 如果真的有看中醫在香港 你真的想過來之前 你真的問一下 究竟有沒有一些 其實你覺得那些氣候變了之後 對體質上跟你原本吃開的有分別呢 就是首先描述給他們聽 令到你有一些方法 找一些你相近的藥的天氣 因為其實香港的中藥 可能很多時候針對濕熱的天氣 所以呢 其實可能水質 那種氣候不同 太不同 你這裡是吃不到那種藥的 有興趣 真的不是吃開西藥的人 可能真的要問一下 究竟中醫師有沒有一些 就是這一類型 可能夏天是乾和熱 冬天是濕和冷的情況底下 就是你這種氣候底下 會怎樣調節身體而 就是可能在一些病症的時候 就是會配相對的藥 大家可能真的要問一問 就是你自己用開中醫才來 如果不是你就很厲害 就是因為西藥一定是吃那堆的 那你自己就要想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想天旋地轉啊 就是可能你很不想的 那你就要想一下 或者當然是有中醫師的 那也OK的 就是我現在老婆看過中醫師就說 他針灸其實很強 真的比香港的針灸 但是用藥方面就可能 就是未必到達到這麼準成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只是看過時期短 就是之前的醫師太久 那這些醫師太短 所以就未必到達到很準成 那大家要留意 那anyway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那這樣就收到最後一個咨詢 拜拜